ETF同来都是要选多只股票来投资的对吧 不过现在大家可以改一改这个观点了 美国有一家叫ASX的投资公司 这几天推出了8只ETF 全是一个ETF搞一只股票 做空或者带杠杆做多或者做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TSLQ就是一倍做空特斯拉 PYPT就是1.5倍 做多PayPal 这一ETF有什么用 第一大家平时交易美股更方便了 比方说我有几只基金 就是通过收益互换来交易美股的 券上不允许我做空或者是带杠杆 不过有了这些ETF以后 我想这么做就可以绕开这个限制了 第二这里面的带杠杆和大家平时想象的带杠杆 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比方说一个股票 现在的价格是100块 你账号正好有100块钱 你买了两倍杠杆 也就是说你买了两股 有一天股价跌到50 你就会被洗白 对吧 但是两倍杠杆的这种ETF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按天调仓配置杠杆的 所以第一天你是两倍杠杆的话 你配两股 但如果第一天的股票呢跌了10% 也就是说跌到了90块钱的话 你的账号的净值是多少 只剩下了80块钱对吧 那第二天配两倍杠杆的 配的股票呢 就只能配多少呢 80乘以2再除以90 就等于1.77股了 配少了对吧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机制 你就算是全部资金买了这种 两倍杠杆的ETF 只要不出现股票一天跌个50% 或者说不管股价长期跌到多少 只要不为您 那么你的账户的净值 就永远不会归您的 这个是好事对吧 但是又不好的 最后也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机制 你的股票要是方向赌错了 股价最后也回来了 但是呢 你的ETF要回来的慢的多的多 这个呢有个名词就叫做杠杆损耗 我就不举例了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不会的话可以来问我